这是一个新的网络故障案例 不管是谁的手机 只要连接上这个 这一阶杠2.4G名称的WiFi 你就会发现它怎么都连不上 手机一直出现多次尝试连接 好不容易连接上了 它的信号就马上掉成这样了 到几乎没有信号的地步 可是我人明明就在这个WiFi面前呢 距离半米都不到 你说这是怪不怪 经过多次尝试 终于勉强连接上了WiFi 我马上查看了下IP地址 通过对比 确实是这个网关分配的地址 等我返回去的时候发现 WiFi信号又突然满格了 但是右上角已经显示 我手机的WiFi已经断开了 这是什么故障 好不容易连接上了 信号就弱了初期 信号满格的时候 又偏偏不给你连了 有意思的是 如果连接5G频率的WiFi的话 能秒连上不说 无论是刷视频还是上网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人家客户就是要这个2.4G的WiFi 因为他要在一楼门口装个监控 监控只能支持2.4G的WiFi 偏偏在2.4G 出现这种诡异的故障 在我之前 已经来了好几个工程师了 十八般五一都试了个面 依然解决不了 所以都灰溜溜的跑回去了 他们说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这次的脸穿着丢大了 然后他们让我过来看一下 能不能发现故障所在 我过来无论是手机还是电脑 遭遇到和他们一样 2.4G死活都连不上 5G的话就可以马上连上正常使用 所以这里我就不多追求了 这时候我只能去做看看什么情况了 这个设备是AC加PoE一体录录器 上面8条蓝色线 应该是代表每个房间的 至于录录器两条黄色线 一条是接在IPTV上 另一条是接到千召口上了 这线接的是没什么问题 那就进录录器后台看架 参数如何吧 进来了后台 结果发现只有3个AP在线 然后我在WiFi里面发现有3个WiFi名称 我这里给待会儿解释一下 AP是可以同时发射多个WiFi名称出来的 我可以在这正面修改WiFi的名称或者密码 甚至也可以让指定的WiFi名称 选择它的发射频率 比如之前的师傅 把这个名称为JJ-2.4G的WiFi名称 应用到了2.4G频率 那么这个WiFi就是2.4G频率的 它又把这个JJ-25G的名称 应用到了5G频率 那么它就5G频率的WiFi 则这个JJ的名称 是两个频道都用上了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双频合一 所以手机上面显示三个不同名称的WiFi 其实都是一个设备发出了信号罢了 虽然这个双频合一的WiFi 手机能随便连接 但是监控偏偏还是连接不上它 我看了一下后台设置这一块 确实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只能去AP那边看看什么情况了 目前整个一楼只有这一个AP 这里大伙记得这个细节 我对比了它MAC地址 发现它后台运行是正常的 我只能去二楼看看其他的AP什么情况了 我来到了二楼去发现 WiFi信号全部弱得很 但是我明明在AP面前 我以为这个AP不通电 我摸了一下AP AP是有温度的 这代表它通电的 我在看一下二楼其他AP的时候 却发现原本还有微弱的信号 后面干脆直接更找不到信号了 我检查一下二楼三个AP 都是正常通电运行的 既然通电运行 怎么连个WiFi信号都没有了 这二楼肯定有古怪 先不管这个了 我再去到三楼看看什么情况来说 我上到了三楼 发现信号突然就满格了 这事就怪了 后来只请这三个AP 但是我一路上来说 足足有八个AP 那数量肯定不对了 我以为他们打了水晶头有问题 所以AC没管控告 于是我就全部拔了 挨个检查来下 发现水晶头打的也是对的 于是我就把它接了回去 然后再去那些AP那边 看到什么情况了 我随便找了个AP 查上网线 发现电脑是可以上网的 但是我查了一下后来的地址 却发现地址不对了 这个不是AC的地址 于是我进入了后台看了一下 才发现 奥罗的这些AP 被设置成了胖模式了 AP如果设置成胖模式的话 是不会被楼下的AC管控到的 所以就算它运行正常 但是也不会执行AC下发的命令 我看了一下 它自己创建的WiFi名称是六个八 难怪信号会弱得很 原来上二楼要连接六个八的WiFi才行 之前为什么要这样设置 我问了一下客户 客户也说不清楚 于是我打电话问了一下他们 结果一个比一个会踢皮球 算了 我已经知道有五个AP 不受这个AC控制了 既然能正常使用 那就不管这些了 但是又回到了起点 一楼的2.4GWiFi 依旧连不上 我这时候打算搞清楚 通过AC发现号的那三个AP位置在哪里 看看能不能在这方面上找到突破点 我在后台找到了三个受控制的APMAC地址 通过上面的MAC对比 发现受AC管控的AP位置分别在 地下室一个 一楼一个 和三楼一个 原来二楼所有的AP是不受管控的 这就解释了 我上二楼 为什么一下子信号就弱了 上到三楼 信号又给恢复了 我于是又回到了一楼 再次尝试2.4GWiFi 能不能连接得上 没想到这是不但连接不上了 甚至还出现拒绝接入的情况 于是我只能再次进入后台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我找了一圈 直到我在2.4G的屏幕上 发现有人把它改成了40赫兹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呢 有些情况下 屏幕太高了 会导致有些设备连接不上 于是我把它改成自动试了一下 遗憾的是 就算是改成自动 依旧连接不上 后面我就把它改成了20赫兹 却发现可以连接着上了 虽说满格信号了 但是我刷视频起来 确实卡得很 后面刚才又弹出来 不可上网了 但是视频是可以播放的 这是什么原理 直到后面我才发现 是我手机数据没关 我把数据关掉后 才发现这WiFi依旧不可用 而且过了一会儿 它信号又马上做成这样了 这事就真的怪了 你要说这个AP坏了 但是我连接它的5G频率 是可以正常上网的 就是这个2.4G 无论用什么办法 连接上它都无法正常使用 后面我是靠地压室的电视 才找到故障原因所在 其实我已经在视频很多地方 留下继续了 待会儿务房拆下原因 结果我会在下一期公布 好了 下一期见 这一期 是姐姐粉丝家里面的网络问题 她在描述着网络很不稳定 一会儿断 一会儿有的 我和她语音聊了一会儿后 让她拍设备给我看看 设备虽然拍了 但是通过几张图片 我也一时半会儿看不出什么问题来 这时候只能去他们家看看什么情况了 来到了粉丝家 他们家还是挺讲究的 都装上了西听AP 我们先听粉丝描述一下 他目前的网络是什么情况 手机连也掉 有时候打游戏电脑直连也掉 你电脑是插网线的是吗 插网线了 手机连接WiFi掉线还可以理解 但电脑插网线还掉线的话 就明显有问题了 于是我顺着电脑线 一路看它是接到哪里的 电脑网线 后面我发现它是接在一个华为路由器上的 正当我要检查的时候粉丝就和我说WiFi又断网了 这WiFi居然当了我的面断网 这也太不给面子了吧 于是我让它打开电脑看一下电脑有没有网络 打开电脑后发现电脑也是处于断网状态的 于是我查询了下路由器的后台地址 进入了后台 一看果然是断网状态 我看了下路由器的接入方式是DHCV获取的 我尝试重新连接网络试一下 发现等了半天还是领不上 既然网络连不上 那只能对这些线路下手了 先从路由器开始 路由器上面的白色线是接到电脑上的 我顺着灰色线 看看它是接到哪里的 结果是发现接到TP的交换机上的 看来这路由器的网络 是由这个TP交换机提供的 这TP交换机的网络又是由光猫提供的 我话还没说完 华为路由器的灯又告诉了我 它的网络又恢复了 我马上去看了下电脑 网络果然又自己好了 到这里我就已经知道 它电脑经常动网的原因了 它的线路接得不太合理 经过太多层设备了 因为网络每经过一层设备 稳定性就会大大的降低 如果这个交换机里面的数据过大 可能就会导致你网络不稳定 又或者像刚才那路由器那样 自身莫名其妙的动网了 你电脑又是接在上面的 肯定也会跟着没网 既然光猫可以直接上网 那电脑应该是直接接到光猫上 而不是经过交换机 又要经过路由器 最终才到电脑上 像我这样电脑直接接到光猫上 就算路由器再动网 又或者这个交换机坏了 都不会直接影响电脑网络使用的 至于这交换机上面很多网线 我打算了搞清楚 这上面的线是干嘛的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收获 第一条刚才检查了 是连接到光猫上的 这是没问题的 第二条则是通向隔壁的热电箱的 我用设备测了下 就接到这个AP上的 这也没什么问题 至于第三条 则是接到了这个黑色设备上 这个设备是干嘛的 我一会再弄明白它 第四条 是接到了刚才华为路由器上的 这也没有什么问题 剩下的第五第六条线 也是进了热电箱 我测了下 也是接到了这些西顶AP上的 那这些线路都没有什么问题 至于这路由器经常动网 这也是很头疼的一件事 目前除了每天手动重启解决外 其实还有两种方法解决 第一种就是 进入路由器的后台 关闭它的DHCP 然后才烂口 但是这无疑增加了光猫的工作量 因为我发现他们家 接入的网络设备还是挺多的 于是我就选择了第二种方法 就是把它DHCP接入方式 改成静态接入了 第二种方式也会很大的环节 路由器的动网频率 至于这黑色设备 我进入了它后台 才发现它也是一个路由器 是负责一些智能家居然网络的 这里我也给它改成了静态接入 避免平常性的动网 这是在不换设备的情况下 能做到最大的优化了 但是我还是要把目前的情况和粉丝说一下 总的来说 你这边的网络环境的话 还是属于 属于比较差的环境 也不算是太差 但是现在是在不换设备的情况下 给它做到最优嘛 如果还是断线的话 可能考虑要增加一些设备了 现在的话它应该是不会断 按照我的经验的话 它应该不会 这样它断的话 也没之前那么频繁 应该是不会断了 但是你就是明天早上 就给这个设备重启一下 因为它有个限制 就是24小时会断一次 但是你可以改变它的时间 如果你早上8点 或者早上9点10点 给它断一下 以后就8点9点会断一下 这样的话就错改你的时间嘛 错改你的时间就行了 就这样和它交接了一下 我就回去了 然后经过了10天 我再次问粉丝 网络怎么样了 果然和我之前担心的一样 这时候小胡我 只能给它推荐一些 性能比较不错的设备 这事就给解决了 本期总评 他们家的网络之所以不稳定 是让性能比较大的光猫 负责了整个网络 缺乏一个性能比较好的主录录器 来负责整体网络 解决的方法就是 增加一个好的录录器 把全部的工作量丢给它处理 那网络就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了 好了 下一期是 猫之公网线带电大绝局